出鞋的鞋式 它的鞋式一向都很高 為什麼 因為鞋式高的話 就可以造成一種強大的落差 我們講落差就是高低落差 高低斜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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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那個水未差 那個水有高低就形成了瀑布 這個有高低壓下來一點 再點 它點的一向點很低 這個點要不要點隨便你 那一般來講這都屬於裝飾用的 這樣拉開了以後這個開始又縮扁 寫的扁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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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點這樣勾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有一點點小小痕跡 勾出來以後這邊有繞洞的動作 所以這邊會覺得還怎麼圓呢 那是因為筆法所造成的角度 這邊要靠得非常近喔 它的字啊經常是穿插型的 寫的都很近很近 然後拉遠的時候又拉得很遠 然後擺盪大概意識到就好 有時候我們擺盪不會完全相像 如果你要完全近似啊 有時候會覺得寫得很硬 所以有時候覺得那個擺盪大概就那個意思 原則上它每次擺盪也都不太一樣 好 尖上面方而緊 所謂緊就是它都沒有拉開的 就在一個框框好像一個罐頭一樣 就把它通通塞到那個罐頭裡面 然後它都緊緊的緊緊的 那緊緊完以後它要做變化了 這時候就開始它的招牌又來了 這個水波的紋路啦 就好像上面一個箱子掉到水裡面 水下面有波浪那種感覺 沿這個點還是水平的 點都不是斜的 一般我們點都比較斜 它好像布完這一套 好 這叫姿態喔 斜斜啊 這也是姿態 所以姿態就是 因為我向左右 我向右 讓它有點 跌宕 跌宕就左左右右 右右左左 那大書瓦家其實寫字都是跌宕的比較多 尤其在行草書 左擺右擺 這是魚啊 魚在水面上游泳 哇 你有沒有發現 這每次的書畫 我每次都寫的太短喔 你仔細看 它每次都寫的好長 有時候覺得 哇 有點可怕喔 這是它的一個特色啦 要照著寫喔 我們學人家喔 基本上不能改喔 可以 可以嚇到 但是不能 不能改人家的字啊 有時候我們寫寫大書瓦家 看到它的想法 會嚇一跳 怎麼會有人這樣寫 但是不能改 這一行的乾墨多喔 所以比乾乾的 不要去 不要去沾墨 乾乾就乾乾喔 這樣你才能寫出 它當時的表情啊 這都是表情 這叫線條的表情 乾絲龍蛋都是線條的表情 好這左邊這個 切得很直 拉得很長 戴上去 滑下來 先抖它兩下 然後這 有速度的 有時候有抖 有時候沒有抖 不要從頭抖到尾啊 從頭抖到尾 那個我們都講是 老人痴癌症 那個手抖了 沒辦法 那是年紀 問題喔 失智 好 這邊是乾的喔 你有發現乾的 那我就 不再去整理這支筆了 這邊 下來 翻上去 筆破掉 再翻下來 筆虛掉 能破就破啦 不能破就只能盡量 剛才的哨拉的很長 這個實際的要擠進去 有弧度 雖然筆很乾 你只要寫慢 它還是會有墨 慢慢流下來 因為筆這麼大支 如果你要乾的話 你就可能要速度 再快一點點 速度再快一點點 它的那個乾濕就會更明顯 像這一個 下來加粗 刷快一點 它就乾了 好 下面也是乾筆喔 不准沾墨 這裡可以看出 看出它的筆濕 筆已經有點破了 所以這邊它滑過來的時候 是這樣細細滑過來的 可是上去以後 這個扁扁的 所以就有點刷下來 那種感覺 也就代表它當時的筆 真的有點像我們現在寫铅筆的感覺 單勾啊 這樣斜斜的這樣 所以它才會這樣刷 這樣平平的 那是角度的問題 好 吸 就是逆上去 有點滑動上來 然後這裡又來一個 那種 它那種筆畫做的 最明顯 主要是柳弓拳的影響 柳弓拳也是都這樣寫 你有沒有發現我現在已經用單勾了 其實在那個時代用單勾的技術的人 是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 其實拿筆啊 是單勾或雙勾根本就不重要 這跟我們那個打那個 乒乓球一樣 乒乓球有直板跟橫 橫板 直板跟橫板 那無所謂 你喜歡橫的就是橫 你喜歡直的就直的 打得好的人 就是打得好 跟那個拿道理是一定要直板呢 還是橫板呢 沒有一定的道理 這個也是啊 書法有時候沒有一定的道理 寫得好就得好 不用去執著說 啊我一定要非 非拿那個那個單勾法 或是我非 非用雙勾法 我覺得那個很無聊啊 真的是蠻無聊的 高興怎麼拿就怎麼拿